当然蛋糕新不新鲜很重要 但是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科技产品新鲜 那么是下半年的重头戏了 那么这是被视为 下半年科技业最大盛世一发展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消费跟家电电子 两大主轴的科技新趋势 韩国大厂推出了声控照相手机 不用担心拍不出好照片 还有远端操控的机器人 可以净化家里面的空气 一点都不怕家里面空气脏兮兮 我们来看来自都政财经新闻 德国柏林的采访报道 不用动手拍照 只要对着智慧型手机萤幕说说话 也能拍出美美照片 韩国手机大厂推出声控照相手机 当手机感应到你说的话 上方的人头变绿色 就表示拍照成功了 不止手机智慧 冰箱也来凑一脚 再也不用满满的便利贴 那件平板电脑随手记录生活琐事 食谱的影片介绍让你变身大厨师 更厉害的是 他还会帮你看管食材 不用担心吃到过期食品 在这个开关冰箱的时候 然后这个瓶如果说有过气的话 然后这个开关冰箱的时候 这个瓶会亮起来 智慧冰箱不怕妄东妄西 这台远端遥控机器人 透过智慧型手机的互联网 还能让你轻松做家事 这台机器人还很贴心 如果说你家里的灯忘了关 我也可以透过手机的APP 像这样子请他帮忙关 不仅是生活小帮手 他还会唱歌讲笑话给你听 连家里灰尘太多 也能帮你清干净 他可以就是净化你们家的空气 平时你不在的时候 他有一个传感器 他能感应到你家里面 空气情况怎么样 科技日新月异 越来越多的小帮手 让生活更便利 也看见各国厂商 在德国依发展上 无不发挥创意 吸引国际目光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